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投诉就用我们既往行之有效的投诉机制来处理 监警会已经说了 监警会是一个独立公平的委员会 612的第二天 他说我们用现有机制去调查事件 或许风波没那么大 如果是全面调查的话 一定不只是针对警察 为什么台湾的一个谋山案 台湾当局已经说了 是不会接受香港这个条例 然后作引导的话 仍然要继续去很紧急地立法 政府的立场 他希望运动会所谓呆呆 只要政府一天不回应 诉求不会不见了 patience 8月18号 民阵举行反修例流水试集会 团家收Free koska soul… 团家是安藏 参加的市民 弃爆港到北 我們出來一百萬一次 二百萬一次 政府有沒有回應過 根本都沒有回應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有些人就說警察是暴力 有些人也說示威者暴力 你就還大家一個清白 其實五大訴求都是沒有回應 例如撤回和條例 他現在一直說壽終正審 The bill is dead 其實很不尊重市民 覺得政府最大機會 因應這次的託議行動作出哪種援助 這當然是延遲了我為 這日由中大教授李立峰等多位學者 帶領的團隊 準備向集會人士做問卷調查 這次已經是連續第十一個星期 有大型集會遊行 他們幾乎每個星期 都會到現場收集民意 希望調查到不同的集會裏面 參加者 人口特徵也好 基本對議題的意見也好 或者如何看現在當下運動的發展 他們的追蹤調查發現 持續有九成以上的示威者 要求撤回修例 以及不滿意警方的處理手法 政府的立場 他可能覺得有希望有機會 運動會所謂呆呆 只要政府一天不回應 訴求不會不見 再加上今次的運動 他無論從形式上也好 從民意的支持度也好 都比五年前二三運動強很多 所以不是那麼容易 等場運動自己去瀟山 今天這個 這日大會的隊友 剛剛離開維園沒多久 突然下起暴雨 但是參加的市民都沒有離開 集會最後演變成遊行 佔領港島多條主要道路 最重要是元朗一個人都捉不到 這單我很生氣 完全沒有阻礙 我完全沒有後悔過出來 我完全不斷出來 希望香港有一天可以爭取其他訴求 因為最後那條路除了送中之外 其實雙報算才是最重要的 對比起萬眼那位少女 以及被告那位二次 林夏宇不是代表甚麼 接回修訂緊度條例 反送中 實齊三主用 修訂逃犯條例引發的第一場大型抗爭 是民陣在6月9日發起的遊行 不過政府當晚就表明 會如期二讀修訂條例草案 激發數以萬計的市民 在原定二讀當日包圍立法會 接回… 和警方爆發大規模衝突 警方單日發射了二百四十發催淚彈 又出動橡膠子彈、煲袋彈和海綿彈 政府亦以暴動來形容這次的衝突 赤門、赤門、赤門、赤門 特首林鄭月娥三天之後開記者會 宣布暫緩修例 被問到會不會道歉和問責下台 他都沒有回應 由於我們工作上的不足 和種種原因 令到這兩年來 相對平靜的香港社會 再次出現很大的矛盾和紛爭 令很多市民感到失望和痛心 我感到十分難過和遺憾 立法會議員鄺俊宇 由運動剛剛開始的時候 已經落場調停 他批評林鄭月娥當時心存僥倖 林鄭可以說是一次又一次 錯過了黃金的機會 去修補這件事上面的錯誤 612的第二天 他說我們用現有機制去調查事件 舉個例子採取監警會 又或者現有機制等等 或許後來的風波沒那麼大 林鄭月娥見記者之後 第二天出現更大規模的遊行 黃珠 八海 黃珠 八海 這個時候民間提出五大訴求 除了要求撤回修例 也促請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林鄭月娥兩天之後 當面就修例工作道歉 但仍然堅持不用撤回字眼 只是強調已經停止相關工作 我是不是為了表示我執政者 是強正勵志 總之你要我做的事我就不想 市民的看法就是 既然你說撤回跟永久站穩一樣 為甚麼你一定要堅持永久站穩 就不是撤回呢 如果你給市民臉面 不是代表你是沒有臉的 你可以說聽從民意 從善如流 民意調查也反映市民對特首的不滿 對林鄭月娥的評分 由六月初大約43分 跌到月中不夠33分 現在看回轉頭 尤其是六月初和六月中的兩次大約遊行 我想撤回條例 是由那時到現在都依然有這個訴求 而這個訴求相對是容易處理的 616大遊行之後第二天 林鄭月娥約見不同團體 包括教育界 有份出席的中學校長會主席鄧真強 在會上建議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現在最不信任政府的就是積極的示威人士 他們都是信任我們過去行之有效的機制 只要是由有公信力的 例如法官或法律界人士主持 而行事亦適合過去一路的規範 我覺得他調查的結果 我會受到社會上不同政治剛譜的人接受 有助於作為我們恢復對政府信心的起點 民間的不滿繼續累積 抗爭行動踏入六月底開始升級 示威者兩度包圍灣仔警察總部桃污外牆 1、2、3、2、3 七一遊行之後 一批示威者更加衝擊立法會大樓 打爛玻璃門進入大樓破壞設施 驅徽亦都被屠污 打掃掃 打掃掃 這些目無法紀的暴力行為 嚴重影響香港法治的核心價值 政府和建制派強烈譴責示威者暴力 7月1日發生完這件事之後的第二早上 我看了那麼多的傳媒訪問、報導、一些封煙的節目等等 當時香港社會並不算太高度譴責這班學生 的確有一個共同的敵人 就是林鄭月娥所領導的特區政府 示威者和警方的關係越吹緊張 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人越來越多 三十多名前高官和政界人士先後兩度聯署 加入第二次聯署的黃永平認為 獨立調查能夠有效解決困局 全面去看成因、涉及暴力 以致提出將來如何改善整個安排的時候 這不是現在所謂監警會 它只是負責看個別針對警員投訴 這個職權所能處理的 由七月開始 示威遊行在香港遍地開花 評判報道 七月二十一日 民陣再次發起遊行 數以萬計的示威者 偏離遊行路線 去到中聯辦抗議 他們淘污中聯辦外面的國輝 並且提升武力 警方也以更大的武力回應 第二日林鄭月娥聯同一眾司局長 強烈譴責示威者污損國輝 挑戰國家主權 中央政府也多次表示不滿 部分激進示威者的行為 挑戰中央政府的權威 觸碰一國兩制的原則底線 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東方之珠不容玷污 沒有再去到解放軍 中聯辦 或者外交處 這幾個對中央來說 特別敏感 因為我們很容易看到 無論在外國的電視 或者在內地的網民 對香港真是很大的意見 但是挑動香港市民情緒的 是同一晚在元朗西鐵站發生的 白衣人無差別襲擊市民事件 警方被批評 太遲才到場處理 中大由七月開始 多次在遊行集會現場 做的問卷調查顯示 越來越多市民說 參加這些抗爭行動的 非常重要因素 是表達對警方處理手法的不滿 七月中開始 對警方處理手法越來越不滿 但是高得來 其實有時你都不會去到 那麼容易去到九成多 甚至在7.27那個 應該是98% 我想7.21那晚 那個事件 其實對遊行人士 對示威者 以及對全港市民 都挺大的震撼 抗爭行動蔓延至社會各階層 公務員首度舉辦集會 不同階層的公務員 亦都發起聯署 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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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8月5日有网民发起罢工 罢市 罢货 但是对市面最大影响的是同日的不合作运动 全港交通出现大混乱 近两个多月来已经减少出席公开活动的林郑月娥 见传媒的时候再被追问会不会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他也是重复这句 我们也启动了 然后同样是法定和独立的机制 由监警会来对审视整个过程 8月初的民意调查显示 市民对他的评分由6月初的43分跌到28分 之前比较支持政府 同情政府 不太同情示威者 但是慢慢慢慢因为见不到林郑特首去做事 而是当他出来说了两句话又不是很合适 那时候其实他在中间市民之中失去很多分数 8月11日当晚警方在多区的执法首发再被质疑 之后连续两天大批市民到机场抗议 航班大受影响 又发生示威者打伤被怀疑是公安的内地人 以及将一名内地记者绑起 根据中大在8月初至8月中做的文调显示 有近四成人认为示威者用过分武力 认为警方用过分武力的就有近六成八人 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呼声越来越高 香港民意研究计划在7月底做的电话访问调查显示 七成九的受访者认为应该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中大在8月初的电话调查也有类似结果 有八成人赞成 意识执法 支持警方 支持警方 不过警队多个职员协会 由始至终都反对这个建议 整件事不是由警察引起的 反对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最主要是 初头提出独立调查委员会是针对警察 出发点本身不好 根据调查委员会条例 委员会有权传照证人 要求交出证物 甚至下令搜查处所 自回归以来 政府曾经五次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资深大律师郭兆明 在新机场和南亚海难的调查委员会 担任其中一方的代表律师 他认为这一类调查可以为公众关注的问题 寻出答案 当年南亚海难的调查委员会传照了 过百名证人调查为什么会撞船 报告批评海事处对于客船安全监管不力 又建议了十三行措施防止惨剧重演 在调查尾声两个船长被刑事起诉 不过郭兆明认为 今次修例风波已经有示威者被刑事检控 不赞成同时展开独立调查 担心两者的举证标准不同 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如果有这个验扰会刑事检控制 例如说 我被刑事检控制 然后是问你 如果公司可证明 几乎论 论 他不是在自益的标准 这论子不看起来 你看起来 看起来 什么准备事 另一名大律師審視民就認為 刑事檢控和獨立調查是可以同時進行 如果有一個被傳召的人士 他是說我如果給這個口供 是會有機會致焦嫌疑 就是會有機會被人告我 如果他好像在法庭裏面做這一件要求 所以我不回答這個問題了 獨立調查委員會就要解釋給他聽 根據法例你所說的每一句說話 都不能被運用去以後告你時是用的 90年代做過警監會成員的審視民認為 雖然現在監警會已經是法定機構 但與獨立調查委員會仍然有很大分別 不需要擔心以後給了證供 甚至是那些文件的證據 是會被人告回頭 監警會條例是沒有任何對提供資料 以及作供的人是有任何這方面的保障 英國騷裂的時候 他們也沒有一個所謂獨立調查委員會 反之他們就成立了一個四人的委員會 2011年英國多個城市爆發大規模騷亂 匿5天 英國政府之後委任了一個小組 調查騷亂起因 研究人員探訪過全國24個地方 訪問數以千計的居民 報告指出要防止類似事件重演 必須令到每個人都覺得 自己在社會上是有份的 又建議了一系列的措施 學者李立峰認為 英國當年的騷亂 普遍民情並不支持 和香港現在的情況不能夠相提並論 今次的這個運動裡面 它多了一件事 就是因為真的有警方的處理手法的問題 至少站在運動支持者立場 他們就會很強調 那個委員會是需要有一定的調查權利 如果是全面調查的話 一定不只是針對警察 為什麼這個謀殺案在台灣當局已經說了 是不會接受香港這個條例 然後作引導的話 仍然要繼續很緊急地立法 從這個角度看 我們就會明白 為什麼監警會是不會做得到這些事情 我們會馬上 我說是馬上 展開工作去構建一個對話的平台 政府不去盡量沒有前設的溝通 去了解他們到底為了什麼 有這麼大的意見 追究警察濫權 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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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個禮拜 很多人是每個禮拜出來走的 你要執政的 是所有的政策 我相信政府也要情深再評估一下 我不太明白 溝通平台怎麼能夠凌駕於這個獨立調查 溝通平台 你可以做 看看有沒有人願意跟你溝通 有因 有因就有果 一次又一次錯過黃金的機會 這個爛灘子 一定要林鄭月娥本人自己收拾 很高興 很高興 谢谢观看